美...美音 拜託 你知道我很需要這份工作的 我當然知道 可是如果是你跟我競爭 我根本不可能會贏 你根本沒有搞懂對吧 阿靖 對 你最懂 喂 你什麼意思啊 永遠都是你懂 我就是贏不過你 阿靖 你聽我說 你明知道我很需要做這樣這份工作 你為什麼還要跟我搶 你明知道如果是你跟我競爭 我根本不可能會贏 阿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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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行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哦 赵子诚 你用带范茄吃零食了 欸 英里 你们发的美红怎么样啦 还在美音啦 还在昏迷吗 情况还在稳定吧 哦 你看 垃圾又掉了啦 可是学校说它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欸 你不要挑食啦 有好软软的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啊 不小心吧 学校楼梯的指滑都被磨平了欸 真的是这样吗 天呐 又来了 你又要多管闲事了 上礼拜加入了爱护地球社 捡了一堆空瓶回家 最后还要放到我家 系上谁跟谁不合 你也要关心协调 你知道系上没有人不认识你 一堆人还叫你Peacemaker 可是我做这些都是好意啊 太多了吧 那好事有跟钱多的吗 天呐 你不累吗 但我如果觉得累的话 就不会太安心了 我帮你在家里啊 所以你就是爱操心 明明就是你大家太担心好不好 我让你担心 你每次出事都是我帮忙你的欸 但也不是白白帮忙的对吧 那你还挑那么多我不喜欢的菜 哇 每天的妈妈超难过的欸 看了也好想帮我 哭又没有帮助 那怎样才算帮我上忙啊 现在认真读书 考上医学系吧 你就不能认真的帮我想个办法吗 不就是个意外吗 别之说啦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哪里坏 因为美英的手机很干净啊 但她明明留了那么多鼻血 还有呢 什么还有 不要按电话啊 美英有讲话吗 不是 是打给美英的妈妈啊 不是打给警察局和医院吗 所以美英都受伤了 还能解锁手机 然后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 如果是我 应该会直接打紧急电话吧 嗯 对 手机上没有血迹 那美英的口袋或宝宝呢 我不知道啊 我们要仔细看 嗯 你感觉很有兴趣的样子哦 哪有 你想太多了 那如果你没帮忙的话 有办法给你看看小脸吧 两个礼拜 阿翔 嗯 我们要算我们乱起来 不会啊 同工知道我们需要来帮美英这些东西啊 只是 我不知道学长也要来 呃 她 她说她是来帮忙的 是说哦 我不想跟这样的人讲话 这样 这样是怎样了啊 睡衣踢 夹脚脱 梅瓜腿毛 出门前还忘了拿下鲨鱼夹 哪有 你在乱讲 哦是吗 你虽然照了一件外套 但从泛黄的领口 可以看得出来 衣服常穿却不常洗 那就是睡衣了 出门前穿的拖鞋 却还是穿了一件长裤 可能是梅瓜腿毛 再来 我把你带有鲨鱼夹的痕迹 你也是刚刚才把鲨鱼夹拿下来的 现在鲨鱼夹应该是在你的左边口袋 因为你抓的东西都在你的右边口袋 上 他这么难搞 你到底是怎么跟他相处的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你不要离开就好了啦 鬼不 他不是一开始不想来 怎么现在走鲨鱼夹 就怪人啊 我要去他冰箱里面收处一定要 因为的时候发臭 你可以收回去他晚餐啊 那是谁啊 阿静啊 美英的前室友 原本感情很好 原本 嗯 上学期他们就没再讲话了 应该是吵架了吧 前阵子阿静就搬居住了啊 幼稚欸 都大学来吵架 这是帮助思考 哦 上次我们戏接力赛的时候 阿静扭伤脚 然后我们就落后了 那美英帮我们帮了一層了 嗯 你来看这个 这不是美英说是穿的那双鞋吗 你看这里 美英流鼻鞋 满手是鞋就算了 但为什么脚尖的部分会有痕迹呢 从痕迹上看来 应该是从外侧这样抓鞋子 但美英送了那么严重的伤 有可能这样抓鞋子吗 而且 他的每一双鞋 都是活节 但是你看这双鞋的防法 很凌乱 而且是个死节 人穿鞋的习惯会一样吗 不 你看美英的房间 书 文具 都简然有序 表示美英是有规律的一个人 他每天都会重绑鞋带 都是整齐的活节 另外 美英的鞋子的鞋底磨损 是左右对称的 但是你看这双鞋 右侧鞋底磨损比较严重 而且右边的内秤 也比较薄 表示这个主人的重心在右脚 也曾经受过伤 阿静和美英 有同一双鞋 是说 我昨天才跟美英齐上课的说 继续说 我才不想讲给你这种人听 哼 我也是没啥才听到 你 阿霞 看看阿霞 包包的份上 对 我们昨天本来上完课要开会 但她有事先走 看美英齐错外的样子 应该是阿静有事找她吧 嗨 阿静有方便进去吗 不可以 打好了 你的体重 跟阿静的接线一样转欸 有什么啦 你有看见鞋子欸 嗯 嗯 对耶 是藏起来人呢 还是处理掉的 你不要玩动啦 可是 你也要整理一下吧 我不玩就会整理啦 你真的很认真耶 我们家很穷 我一定要好好认真念书 以后才能找到好的工作啊 我有时候就会很羡慕 可以一直活得这么认真 我才羡慕你吧 大家都喜欢你 跑步又很快 成绩又这么好 而且我都没有看到你在主持位 我只是小聪明啦 那是有一天 没有 我希望跟你去成熟 我一定会输得你猜 不会有这么一天吧 没有 正要说这次给你报告起来啊 就是啊 他给这边必须都蛮高的 有 有吗 怎么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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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静 有没有这双鞋吧 这是在你家垃圾牆生地翻到的 原本是美音的鞋 你看美音有相同的出鞋 美音出事的时候 鞋沾到你的鞋子 然后就把它掉包 就掉了 对吗 你有证据吗 你和美音 身体重心 和生活习惯 不一样 同款的鞋子 也是可以分出差异的 不要快 是你和美音摔下楼梯的吗 不是 我只是想跟他谈谈 可是他态度不好 我才会忍不住抓他 他在挣脱的时候自己家去了 是为了助理的工作吗 你怎么知道 你和美音原本是好朋友 但上学期末的时候 我们开始疏远了 那个时候 刚好是郑教授 开始征选助理的时候 我贏不了美音 他什么都比我好 可是却又没有多努力 谁叫你没天分啊 你自己做不好 就怪别人太好吗 傻瓜 学长 我当然知道啊 我永远都比不过他 朋友是需要这样被比较的吗 而且美音他也很努力啊 努力什么 就在你为了你的成就努力的时候 美音也是在为你的友情努力着 可是他跟我见证助理的工作 他明明知道我很想要的 是郑教授找他 但美音没有答应 我们和郑教授确认过了 美音拒绝了郑教授的邀约 而且取见了 为什么 可能 他不稀罕那几个凑钱吧 才不是 因为你和美音是朋友啊 这双鞋是他送你的对吧 还有一双啊 这双鞋 不管合不合适 相骨相脚 都爱惜得不得了 就要这样放弃了吗 可是我伤害了他 他一定很恨我 你觉得美音是这样的人吗 我很自私 对吧 会吧 对吧 学长 自私啊 自私 就只是自我保护而已吧 胆小固执 又害怕受伤 有什么不对呢 夏伊里 是善良的笨蛋 你 是自私的胆小鬼 又是人性啊 四五吋 那没关系 因为我够聪明 美好 嗯还不错 那镜 你打开那个盒子 这双鞋 是去年初我送你的 可是过了这么久 还是跟新的一样 你明明不会照顾自己 却很珍惜这双鞋 美音 我真的很抱歉 对不起 没事 别难过了 已经没事了 学长 他们很好了 谁呀 美音和他进啊 跟我没关系吧 但你之前是不是还有兴趣 还帮忙调查了 那是因为 你之前一直烦我 现在 案子解决了 最后的事 也跟我没关系了 难道 你只对真相感兴趣吗 这世上 有比真相 还要重要的是吗 没有吗 你不会想说什么 感情啊 友情啊 之类的话吧 你怎么知道 我可以轻易知道你 阿静 或任何人在想什么 怎么做 怎么说谎 怎么隐瞒 因为我 够聪明 我都能看得出来 这样也太辛苦了吧 你这样去猜透一个人 万一他对你说谎 你不会很受伤吗 所以 我不跟别人来往啊 也是 你这么固批 嗯 那我呢 你今天 是不是去吃过拉面 你怎么知道 是我手指 还是头发 脱出来了吗 还是我闻起来的拉面味 你会讨厌我这样猜你吗 不会啊 我觉得你超厉害的 就是这个 什么 因为你很扯恩 走 我们去吃宵夜 文章好 所以到底怎么知道 我去吃拉面的啦 或者是 刚好经过学餐 看到你而已啊 什么啊 吓死我了 其实也是可以 从其他地方看出来啦 例如例子 什么 帮你告诉我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